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專聯準會升3嗎 好 那結果呢 台北股市今天是大跌 那當然很多人會認為說 老師啊 你解錯了啦 這個盤你說升3嘛 它會漲 到今天台北股市是下跌了 那我認為啊 我應該這麼講 我不認為我是看錯了 那我先講答案 我認為應該是 美國的投資市場 不是信心比較弱 那這地方呢 可能讓它反映個一兩天 待會我會講內容 那台北股市跟國際股市 照理說啦 下個禮拜啊 那個反彈的那個動作 它會比較明顯 那為什麼會這麼講 這東西待會慢慢 一跟它做說明 好吧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盤 今天指數呢 開低了270幾點 那慢慢的呢 指數也開始流出了下影線 大概有100多點左右 不過呢 這個盤就很討厭 讓你看到啊 漲不上去啊 結果台股今天在創經期低點 那當然啊 留了一個比較長的下影線 問題是 有沒有機會在漲嗎 還是說這個盤它會下跌 好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的美國股市 你會發現到 其實昨天他升三馬 我說我這幾天我就跟他講啊 上個禮拜 升三馬的預期是65%比35%嘛 然後呢到升息之前呢 大概是80幾%比20幾%嘛 所以市場都認為升三馬 結果呢 連總會他真的升三馬啊 結果你看嘛 美股真的有漲啊 但問題是尾盤的時候是急殺嘛 對不對 那這問題出在哪裡 不用講啊 這問題一定是出在 升三馬之後的會議記錄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我們就從 連總會的會議記錄來去看 那你到底這個盤 到底有沒有機會啊 那內容很重要嘛 你會發現到 其實我們在這裡的解盤 會跟市場老師都不一樣啦 因為今年的盤式 你會發現不是那麼的好做 因為它都跟國際的金融是有關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節目啊 帶給各位的是國際觀啊 可是問題是 你看它是上九成以上老師 誰有國際觀 每天都是看到漲什麼就跟你講啊 你看這個股票有機會 這個股票有機會 同時你去想一下啦 如果你沒有國際觀的話 台北股是這裡跌了 差不多一個月了 你每天都有漲的股票啊 可是你盤不漲呢 你講什麼股票都沒有用嘛 不是嗎 更不用講上半年跌四千多點 你每天都有漲的股票呢 跌了四千多點 你沒有一檔股票是有用的啊 所以呢 國際盤它會怎麼走 到底這個盤有沒有機會 如果說這個盤有機會的話 個股才有機會啦 所以我還是建議各位 國際觀一定要有好不好 好我們來仔細看啊 昨天聯準會的會後記錄 其實跟上一次差不了多少 內容差不了多少 那唯一讓美股昨天殺尾盤的原因在哪裡 各位我們仔細看 重點是在利率的點狀圖啊 什麼叫利率點狀圖 就是說聯準會的官員他去預測 未來的利率他會怎麼去走 所以呢他已經告訴你說 未來他會不會升息 會不會降息的問題 如果我們就從利率點狀圖裡面來看 聯準會預測啦 到年底的時候呢 聯邦基準利率應該是來到4.4附近 明年2023年嘛 是4.6 2024年是3.9 這告訴我們什麼 你說要降息後年都實在說啦 因為今年他們先看到4.4嘛 然後呢到後年的時候是3.9 那代表說後年才有機會降息嘛 可是你去看明年喔 2023年的時候呢是4.6嘛 剛剛我們說嘛 今年到年底應該4.4 然後到明年到4.6 那可見了說明年會升息 可是升息的次數應該不會太多 幅度也不會太大 那聯準會要趕在年底之前 就今年年底之前啊 把那個利率啊 先達到一定的水準 好那這水準在多少 4.4嘛 那這4.4 他所代表的意義在哪裡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這東西我講過 8月底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對於9月份的這次升息 很多聯準會的官員是比較偏鷹派 那其中有一位聯準會的官員 你去看 聯準會什麼 什麼克里夫蘭的什麼銀行總裁 叫做梅斯特 他說我們從這裡來看好了 他說 聯準會需要在明年年初之前 將利率提高到4以上 他那時候就已經有講了啦 預估2023年之前不會降息嘛 我們從利率點證圖也看得出來嘛 到後年才會降息對不對 到年底之前要把利率提高到4以上 然後保持這個水準一段期間 有沒有 好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各位 這就是我之前有跟他講的 你看 就是說要再升息6嘛 對吧 好 那各位我們注意看 這幾天我一直跟他講說 我看到的是 聯準會應該是升息3嘛 那我認為升息3嘛 這個牌他應該是要漲 那我的利率依據在哪裡 我這兩天有跟他說嘛 這三次的升息 市場認為說應該是在升息6嘛 所以我說這裡應該升3嘛就夠了 不需要升到4嘛對不對 那重點是這兩次的會議裡面 我說不會再升息3嘛了 因為你到年底有三次嘛 那你這次如果說升3嘛 我昨天也講說就算你升4嘛 後面也不會再升3嘛 對不對 我說這就是我的利率依據 我認為說這盤要漲 對不對 好 那你會說老師你錯啦 聯準會說搞不好他還在升3嘛 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 到底是對還是錯 這裡升3嘛 原本這裡預計啊 還有6碼的空間 所以這裡升3碼啦 我就說這裡頂多2碼或1碼或1碼或2碼 所以這裡不會再升3嘛 好 可是呢 總院聯準會給我們的答案是什麼 搞不好有機會升3碼 為什麼 因為聯準會到年底的時候啊 它的利率呢 差不多會來到4.4 那我們剛剛說嘛 之前聯準會官員說來到4以上的時候 大概是升6碼 那現在回頭來看 你搞不好來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6碼還在多1碼 變7碼嘛 是不是 好 那各位我們注意看 這裡升3碼嘛 那你現在後面還有4碼 那怎麼分配 哦 這裡升3碼 啊 這裡再升1碼 那問題是 這裡有必要去升到3碼嗎 對啊 你也可以說這裡2碼啊 這裡2碼嘛 是不是 那當然可能有些人會跟我說 啊 老師啊 到年底升2次升4碼 搞不好他升5碼啊 也有可能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這東西喔 聯準會官員 聯準會主席鮑娥昨天有講一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比較重要 為什麼 鮑娥在記者會上面表示啊 與會官員啊 這些官員們在下次的會議上啊 還沒有就升息的幅度做出決定 他強調嘛 相當多的官員傾向於在年底前 只升4碼 有沒有 好 我們就當他這樣講嘛 因為很多官員都認為說 到年底還有兩次就再升4碼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不要去考慮到5碼的問題了啦 那如果說你剩兩次要升到5碼 那一定有一次3碼啦 可是 報告主席他講啊 他說很多官員都說到年底就升4碼 好 所以我們從4碼來看 剛好就說嘛 還有4碼 這裡升3碼 這裡升1碼 問題是 有這個必要在這裡升3碼嗎 那現在我們要怎麼去研判 好 那各位 研判的重點 我今天測標裡面有寫了 11月你會不會再升3碼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說 這個通膨會不會繼續再往上標嗎 如果你通膨壓不下來又繼續往上標 那不用講啦 你下一次再升3碼 這合理的解釋嘛 對不對 可是你去試想啊 如果說你通膨沒有上去 你有這個必要再升3碼嗎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關鍵點在哪裡 關鍵點就是近期我跟大家講的 10月初所公佈的CPI啊 它會很重要 因為昨天年總會說嘛 利率點證圖到今年年底要到4.4啊 那也代表說後面大致上 還有大概4碼左右的空間啊 現在市場就很擔心啊 你會不會在11月再升3碼 如果11月再升3碼的話 當然對股市這個地方啊 它會有壓抑的作用啊 所以我說這幾天啊 你要讓美國的投資人稍微去冷靜思考一下 那你現在到底說有沒有必要去升3碼 所以我說10月份這個CPI的指數 它就很重要 那你CPI指數我要怎麼去研判說 你通膨到底會不會往上升溫 好 可以我們來注意看啊 之前我們跟他講 通膨會不會升溫 有一個很明顯的證據嘛 就是去看油價 對不對 因為每次油價只要是大漲的話 你通膨都下不來啦 那當然這一次啊 油價是有下來 可是呢 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呢 它也有跌 我們來看好 我把這幾天我講過嘛 它也是有跌啊 只是說跌的幅度不符合市場預期嘛 但問題是你油價不能往上漲啊 你漲那你就不會再跌啦 那你不會跌你通膨不就往上飆嘛 那你再往上飆你說下個月有沒有機會再升3嘛 我們機率就很大了 是不是 所以呢 關鍵點要去看什麼 那現在是來到 呃 應該說來到90多附近了 油價昨天再跌 這邊再跌 那你現在仔細看嘛 油價在這個月的走勢啊 它沒有漲喔 對不對 油價都沒有漲嘛 那各位你去看 昨天油價再跌嘛 然後呢 我們就從這幾個月的油價均值裡面來看 真的是一路往下嘛 對不對 5 6月115嘛 均價115嘛 然後呢 7月的CPI呢 真的就先下跌下來 8月的CPI呢 也有跌 但問題是當然不符合市場預期嘛 那現在我們就看嘛 你9月 9月現在油價也跌啊 那現在的均價呢 前兩天跟他講說在95附近對不對 現在呢 這幾天跌下來 這也跌下來嘛 那現在已經來到93塊多了 我覺得均價還是繼續再跌 那你油價跌 最起碼你CPI指數它就不會往上飆啊 那當然這一段你當然會說 因為今天9月22號 你會說老師會不會到最後油價大漲 我就說嘛 後面這一段很重要 因為你到9月底下個禮拜嘛 下個禮拜這一段很重要 那油價怎麼看 通膨指數會不會說壓不下來 然後呢 還有機會再往上 就看這個位置了 95塊8啦 因為這幾天的高點在95塊8 如果說這幾天的油價 結果呢 沒有再跌了 反而這地方開始大漲 又站上95塊8 那你10月初公佈的CPI指數會不會跌 那可能還有變數 可是目前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油價就在跌啊 那油價會跌呢 這地方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察指標 這個指標我這兩天也跟大家講 看一下天然氣嘛 這一波啊 惡物戰爭天然氣都在飆高嘛 可是呢 近期天然氣跌下來 昨天只有漲0.8%左右 昨天沒什麼動 到目前為止呢 天然氣離前低啊 因為昨天說到7.7嘛 離前低7.53呢 就只差一點點 就是說 也就是說再跌下來 它會創近期低點 如果說你天然氣都沒有大漲 你到底說油價應該不會大漲 對不對 好 那現在重點來了 你看嘛 我們就說嘛 油價不要佔上95塊8 到月底之前不佔上95塊8 那代表說你現在整個油價這幾個月 一二三四五 第五個月 你油價的均值還會繼續再跌 當你油價的均值還會繼續再跌的時候 那也代表說 你下個月上旬左右 就10月上旬左右所公佈的CPI指數 它就不會上去 那如果說你還不會上去 又往下跌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去試想 那你11月到底有這個必要升三碼嗎 因為你現在只剩兩次嘛 那你這兩次呢 總共的碼數是四碼 那你乾脆兩碼兩碼就好啦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說你從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一些 國際金融的數據來看 你說聯準會是不是真的11月 它就是要再升三碼 傳人報我就講啦 下次會議還沒有就升息幅度做出決定啊 相當多的官員傾向於年底之前只升息四碼 不是升五碼 升五碼就會升三碼 下個月就會升三碼 那如果說你只升息四碼的話 那就沒有必要說你一定要在11月 這個地方升息三碼 對不對 所以呢 10月份的CPI指數 它就很重要 好 那這個地方會影響到什麼樣的狀況 好 跟我們來仔細看 我們這邊先這麼講 如果你11月還是升三碼的話 這會造成一個什麼現象 就是說 你最起碼你10年期公債殖利率 它就不太會跌 昨天升完息之後 10年期公債殖利率 昨天有小跌一點點 那是因為後面可能大家認為說 可能還會升息三碼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10月份的CPI指數 公佈的CPI指數是往下跌的 你可能後面不太會升息三碼了 可能兩碼的話 你這個公債殖利率照理說 它就應該要下跌 它就會下跌 如果它是升息三碼的話 它跌不太下來 但是你說它要往上再飆高 那個機率也不大 因為前面升息三碼的時候創新高 那時候我跟它講 這裡升息三碼創新高 原本預計7月再升三碼最後一次 結果它沒有上去 它就往下跌 然後最近這幾天 因為這一次又升息三碼 它才上去的 那如果說下一次還有升息三碼的機會 照理說它就不太會跌 那你這個東西你不跌的話 股市它就上不去 所以10月初只要公佈的CPI指數是往下跌 我跟你講這個公債殖利率 它就會開始很明顯的下跌 那這一跌下來就會像之前這樣 只要有下跌下來 股市它就會反彈 有沒有 股市它就會反彈 所以我說到底聯準會會不會下一次再升息三碼 還有變數啦 但是關鍵點就是最近就看一下油價 你只要油價不是狂飆 那就沒什麼問題 那因為你後面只有四碼 四碼就兩碼 兩碼就好啦 市場一定會討論 你沒有必要升三碼 所以到最後兩碼的機率就很大 所以當10年級公債殖利率 有那種升兩碼的機會 它會出現大跌 那個跌市就會比較加快 那這一跌市一加快的話 股市的反彈 空間又出來了 懂我意思吧 我們現在跟各位講的是一些國際上面的東西 因為今年在解這東西不是很容易 所以你看很多老師也不懂 每天就是拿那個漲的 拿那個漲的來跟你講 我說盤不動你拿那個沒有用啊 這拿沒有用啊 你講一支多買多死而已啊 前面4千年不就是這樣子嗎 不用講前面4千年了 光是這一段將近有1000年左右的空間 那個股都不會動嘛 是不是 但是我說現在在等10月份要公佈的CPI嘛 這研究稍微看一下油價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盤到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照理說下個禮拜 有些個股他應該會先表態 什麼意思我們來仔細看啊 其實今天那盤市你會發現到啊 你有沒有發現啊 台北股市早盤開低 今天一堆股票開低走高了 有些個股到這個時間你會發現 很多股票都這樣子啊 有沒有 很多股票都這樣子啊開低走高啊 一堆股票到目前為止 讓你看到好像跌不太下去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再仔細看 我剛剛說嘛 我預計下個禮拜反彈機率很大 那美股就在這兩三天左右呢 你就讓他反映一下 這次的會議紀錄嘛 大家會想一下 真的會升三碼嗎 搞不好他會只升兩碼 因為你只升四碼的空間啊 就兩碼兩碼 搞不好只升四碼 搞不好下個月啦 不是下個月搞不好只升兩碼 對不對 所以你就讓他反映個兩三天 但是我說為什麼下個禮拜 這個盤的反彈機率比較大 各位你再仔細看 9月14號的時候有跟各位講 台股就先走這邊 這邊走區間嘛 那這區間我說嘛 等答案嘛 那結果呢 答案出來之後呢 升三碼 結果還是跌嘛 有沒有 今天讓你看到這創新低嘛 但是我的看法是這樣啊 期間跌下來之後啊 理論來講 你台北股市破前低 破前低應該有停損賣壓 監量有沒有出來 有啊 有兩千多億哦 可是這兩千多億呢 反而是開低之後呢 慢慢留下眼線的買盤 你再看到一堆股票呢 開低之後呢 也開始慢慢走高嘛 雖然沒有說讓你看到很明顯的大漲 但有些個股已經跌不下去了 所以呢 從技術面的角度裡面來看 台北股市現在呢 還沒有漲嘛 但是我們前幾天有跟他講 台北股市的月線 到下個禮拜月線成本就下來 所以從這裡來看 今天禮拜四嘛 年最後一天嘛 等到下個禮拜開始 整個月線成本下來 那個速度會很快啊 所以呢 整個月季線成本一下來之後 台北股市這邊給他震盪個兩天 三天左右 反而下個禮拜啊 等月線成本快速下移之後 你要去站上月線 那個壓力會很輕 當然你會說 老師他真的有機會往上溝嗎 好 各位我們來仔細看 如果我們從整個法人面的操作來看 你會發現啊 昨天期貨結算嘛 我說外資的倉位是一千 一萬三千一百二三口 最高來到一萬三千兩百四十一口 對不對 好 各位你注意看 昨天結算的時候呢 外資的多單有減一點 我覺得合理啦 因為你要結算嘛 他來到七千五百八三口多單 對不對 他等於是說把前一天啊 結算之前啊 增加的是那四千多口的多單啊 在昨天結算的時候把他先賣掉 因為昨天沒有漲啊 昨天那是 那個剛進來的那四千多口多單啊 他先賣掉 那現在幾乎這七千多口啊 幾乎是基本單 有時候外在做多啊 基本單還在 那最好笑是什麼 自營商啊 在昨天的時候呢 期貨結算是空單五百四十六口 結果有人發現了 期貨自營商的多單啊 反而到昨天結算完之後 多單變成四千兩百多口 這代表什麼意思 你看今天大跌嘛 你昨天自營商進去不就全不套 對不對 可是呢 現在整個法人面裡面 他本身也是壓寶三嘛 因為這個盤應該要上去 結果呢 會後聲明出現一些變化嘛 結果跌下來 自營商也套啊 你外資也套啊 你看嘛 有沒有 自營商也套嘛 外資也套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今天為什麼這個盤 他開始慢慢流出下影線 因為法人要解套啊 所以到現在為止你就會發現啊 法人面到這個時間點他還是做多的 那當然呢 投信這地方還是空單八千多口嘛 問題是投信他有一個基本持股的問題 他不能把持股全部賣掉啊 所以他還稍微有點避險 我覺得這合理啦 但是呢 在整個市場上面比較 比較那種會有活躍短線操作的 都是屬於自營商跟外資嘛 都還是呈現什麼 做多的狀況啊 所以這次啊 從公佈CBI外資多單就增加 結果CBI降幅呢沒有符合預期呢 跌下來 跌下來之後外資還在一直買多單 那昨天期貨結算呢 指數沒有漲啊 今天又跌嘛 可是外資基本多單還在 所以我就跟他說啊 台北股市今天算跌下來 我不認為我是錯的 我認為下個禮拜 台北股市照理說 就有機會去挑戰月線 那這跟我之前講的 攻擊時間點 遠到10月份 你看看法沒變 當然關鍵點還是看油價 只要油價不是大漲 CBI有機會下來 那這個牌呢 10月份呢 全球股市要挑戰月線 站上月線 不會很難啊 比如說這段期間裡面 這幾天可能稍微 會讓他震盪一下啦 所以我說這地方去講一些 客股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這兩三天給他稍微震盪 把那個底打出來之後 預計下個禮拜 那個低檔要攻擊的股票 他會開始出來 好不好 跟大家講解一下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不是說 每天拿那個漲的來跟你講 那個沒什麼太大意義啊 我們只是要抓那個時間點 到底什麼時候機會最大 那機會到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就不要放棄嘛 好不好 講解到這裡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 運達投雇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雇、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要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人故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到現場台北股市今天下跌 這有點下引線 不過還是跌 當然會對這個盤比較擔心 剛剛我們跟他分析過了 這幾天就稍微注意一下 到月底之前 油價不佔上95塊8 這代表說 10月初公佈的CPI會下跌 那既然會下跌的話 聯準會有必要在11月號再升三馬 我覺得這還有變數 所以股市上面會讓他幾天 兩天升到三天左右的反應 那我預計下個禮拜台北股市的反彈 那個會更明顯 甚至還有機會站上月線 所以買股票應該照理說 是在下個禮拜 如果說那個機會到的 然後穩定一點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你去買 所以先不急 這地方有需要幫忙的 歡迎你再來店做諮詢 好不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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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見